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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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要逼我啊 王小菲第一天不来台班床变了 大S全家被烘恶心录音档曝光 这个老老头子住着我们家王小菲血汗换来的这个房子里 对我们多大的侮辱和还有那表演 你恶心了 你当妈的 你把你女儿害死了 你懂吗 你说是跟汪小飞分手才跟那个大光头联系的吗 别演戏了 别让我把这些事情都戳穿 汪小飞21号因为赡养飞问题 凯斯大S开枪你个窝囊费换个床变形吗 你给买了世界9级大孩子的床价 左是右是浪费了10个床价 最后你也换了这么贵的床价 你他舍得换吗爸爸 然后本床就被绳出来 是由床王称号的海思腾 基本款就有价百万 最高规格则是1700万 难怪让小飞如此心心念念 扛也得扛回来 你就躺下吧 王小飞今天要从北京出发去台湾 应该是床垫搞回来 20万的床垫 4年一次的世界杯 都没压过王小飞的风头 中国狗仔跟台湾狗仔 一边在北京机场直播 一边在桃园机场直播 大S等他付电费 拒军业等他搬床垫 网友等他发微博 结果全都等了个寂寞 据悉是王小飞签证出了问题 所以无法登机 他昨天就说今天要来 那就我对他的认识 他当放养的小孩距离比较大 那你觉得张来来的几率高吗 张来来这么干嘛 就现场直播 看我怎么揍他们 先把他们打趴一下 打谁啊 很多人这边应该都有被打的 我还告诉他们我几点飞机 你可不知道他们那个媒体 他们天生就是表演艺术家 他们不是强撑短炮的跟着吗 你看我七号铁就一根叫点 看我怎么抡他们 一个月就结婚你信吗 你信吗 当然是他先绿的呀宝贝 怎么给那个台湾那小哥 怎么给他递材料 怎么给他钱 怎么买肥粉 你好好搜搜吧 你妈根本就是听你在造谣 在抹黑这一切吧 你直播要流量也不是这个样子 你要直播流量你跟我讲 我帮你撑起来呀 其实我真的不想再干这个局 但是张来真的太过分了 你有什么证据 你拿出一点证据 我就忍 你只要一点点就够了 把他只先炮火 先放一边 交完主力 依旧对准徐家 22号他接着发出量签字 发文反击 我一直都忍着 对外都夸他好 但内心如糟戈 他呀就是在婚姻关系 还宰富宰沉重 去抓了另一个韩国服务 要装作纯洁圣女 在离婚程序还没完成前 就迫不及待结婚了 我的傻儿子到现在还相信是真爱 这也是我最不能原谅的一点 在去年的11月的时候 其实应该汪小飞就要主动 爆料出来说 他因为大安心的婚姻不忠贞 所以他选择离婚 但从头到尾都没有这件事情 倒是你汪小飞 在6月的时候就能拍到这些画面 我一定会把它全部放出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